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喜歡用的幾款軟母粉 其實我一向都有用開的 但是一直以來很多品牌可能用後忽然又不出 所以其實是不斷去轉一些品牌 不過我試過不同的品牌 其實它的效果我覺得都是差不多 最重要是又便宜又有效果 十元八元已經有一包 每次將它混合再塗上臉 慢慢乾了便會變成這樣的狀態 敷完臉便會覺得很清新 而最喜歡用的是這種海藻燒鹽面膜 敷的時候會覺得有點薄荷 用來急救暗瘡皮膚 又或者天氣太暗令到起粒 我敷它便會很快就好了 而這款是收緊皮膚 適合缺水的皮膚 又或者敏感性皮膚都適合用 然後這款是草本藥療 裡面有消炎、排毒等等的作用 可以幫我們收毛孔、殺菌、降低油脂和降控 而這款已經是另一個牌子 它是木瓜酵素美白軟膜粉 主要當然是美白 而最後這包是營養、維他命的軟膜粉 可以補充皮膚的養份 一些粗糙的皮膚 或者想補濕的皮膚 用它便適合 我又沒有好像在美容院那些敷得那麼厚 所以每次只用半包 有時候就用這些瓶子去入面膜粉 就可以局部用 例如敷在鼻翼兩邊毛孔粗大的位置 暗瘡或者色斑的位置 混合的方法都是用適量的水 不過有很多人又會混合其他東西 例如牛奶、抗泉水、精華液 不過我多數只是混合水去用 混合的時候記得要逐少加水 因為有時候你掌握不到水的份量 就很容易混合到很稀 這樣就會令到擦上面不停滴下來 現在就可以用一支面膜棒 把它擦上面 但是記得要擦快一點 因為它已經乾了 你就會推不開 剩下的盒子也不會浪費 可以拔出來擦在細緻一點的部分 擦完等它15至20分鐘 等的期間 記得就不會有什麼表情 因為整塊面膜 如果離開了你的臉 整個效果就會減半 我在家就要遠離身邊的搞笑份子 因為一搞到我忍不住笑 那面膜一定會離開我的臉 現在每次用乳母粉 弟弟就會過來爭著 說要幫我撕 它真的撕得很細心 而且很溫柔 真的謝謝你 那些碎洗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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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吃了嗎 先吃了嗎 先吃了我 先吃了我 有餓洗也沒有 其實可不可以看見 整個女兒 做臉雞 通常會鋪棉花在面旁 整個母子一起來就會很乾淨 不過其實濕快化妝棉 輕輕擦一擦 那些剩下的會很容易擦走 敷完臉皮膚很舒服 無論你敷哪一款 都會覺得白淨了 現在做後續的保養 首先塗化妝水 用這一支就是IPSA的化妝水 然後塗眼霜 記得慢慢印開 讓它吸收了才停止 因為眼霜如果塗得很黏 很容易會生油脂粒 所以每次都盡量印到吸收 然後塗維他命C精華 每天都會用 皮膚會平滑一點 毛孔也會小一點 最後再塗一層臉霜就足夠了 記得塗面的手法不要太用力 完成後會看到自己的皮膚狀態非常好 尤其是飽水度和量白度 是會特別明顯的 好了 弄完臉 又是時候照阿B睡覺了 我睡甚麼 我睡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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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首歌才睡吧 唱首歌給大家聽吧 1 2 3 4 5 6 7 1 2 3 1 2 3 1 2 3 4 5 6 7 好幾乎 好香喔 好香喔 事實上 我睡覺了 包容器 我睡覺了 我睡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